我国和布丹将探讨在碳信用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 黄勋财总理指出 布丹是少数二氧化碳吸收多过排放的国家 拥有丰富的水利资源 总理也指出 我国和布丹将加强两国在医疗和技能发展等方面的现有合作 黄总理在总统府会见到访我国的布丹首相侧林脱节 并一起共进午餐 总理也在Facebook贴文透露 两人在美国哈佛肯尼迪学院就读的时候 就认识而且一直保持联系 黄总理也表示 两国的友好关系也建立在紧密的两国人民关系的基础之上